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看看尾两场的1400米赛事 也是爆懒的 第九场二班1400米 继续跑1400米 但这场是二班赛 一起步的时候出的都算齐了 快点知道再胜 浅蓝衣美好世界 中间白衣衣保城之胜 这几个快点 内档那边包装长胜 和这只进马快车都算在前面那堆 反而我当加州得适多立下 试习快 这边其实都不能上前面 然后紫衣淡衣英之胜 然后还有红衣中华盛景 在美国三分喜遇保 年年欢呼 包紧未暂时包装泰保 开始入归时 前面资到再胜放了出来 守着第二位是美好世界 贴栏第三是保城之胜 包装长胜今天也挺好 一路跟着二叠的第四位 这个位是漂亮的位置 接着他还有进马快车英之胜一队 然后中华盛景喜遇保 加州得适走出去外叠还退去后边 尾位置贴着蓝连连欢呼 包尾是包装泰保 不过头面说距离不算很远 就是这六个马位 入队之后直路的时候 前面暂时还知道再胜 拍着美好世界在斗 包装长胜这边 而少少出外档 突然给了一条路保城之胜上来 外档进马快车亦都在出 然后英之胜 外面是中华盛景 入队200米的时候 前面美好世界过了资道在胜 保城之胜 他的头额恶地 但是打下去有的 外面是中华盛景 中间上来包装长胜 但是前面这个时候 这只保城之胜 一直顶着几只顶到回来就爆了 他出了第一名保城之胜的第三选择 包装出来了 美好世界第二第三名包装长胜 第四名是后尚年年欢呼 真的有没有那么厉害 第三选择 摆过去神粗客叫尋人启示才能找到波剑士 三只最难满那只 那真是赢了 他赚了一点 摆在前面包装王 祭义就没得顶了 包装长胜是走多条路的 但是包装长胜今天也叫跑道 不是喘鸣 那只很厉害的马来的 保城之胜也创了新高 评分在 看看第三名张照片 4号码拍到的 分点时间 头段13秒52 第二段22秒正 第三段23秒44 末段22秒94 总时间1分21秒9 比标准时间晚五先 接着看看一些数据 或者一些很客人的数据 近7场2班14米 独赢赔率分布 5-9倍的有3匹 10-20倍的有2匹 21倍以上的都有2匹 热门的数据是非常之差的 热门好像没有赢 2压5负的成绩 5-9倍赢的3匹 估计都不是大门 大门差不多 赢马不用预计他们 除了2班美长3班都一样爆 爆起来 不过大家记得 今转桂仁今天赢了 上季最佳新马 其实这只保诚之星 都是最佳新马 不过是大前季 可能有些朋友 或者未必还记得起 上季尾开始赢 因为他之前曾经有 健康问题沉了一轮 上季尾就赢了一场 今天这场都真是爆得 爆得挺硬的 爆得我马主抱着姚本辉 大家都看漏了 连骑士都看漏了 找到波剑士上阵 那些惊喜 我想那个债鱼 真的想不到好得那么紧要 他自己起步起得好 但是全程又摄到内档 入到弯 有条路突然给了他上 很多东西合起来 你说是否很好水准 有时不知道 这些二班牵涅下场 全部不同都有 是的 还有都是比较难追 那些宝藏太保 那些中华盛景 那些去到那么厚 就真的很难追 都是前面那几只回来 除了知道再胜断之外 今天赢了1400 比好世界也算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 是的 因为他不是一只特别很高能力的马 还有罗虎传艺 他也是跟障漢 他不是很急进的马房 反而年年欢呼 值得留意 因为今天是巴道的零分骑士 是的 巴道真是潜入深海 今天也拍得这么接近 今天是巴哥姆 不是巴道 他又维持得很稳定 是的 好 看看美场赛事 都是1400米 三班1400米 好了 美场三班1400米 跑到第一班 好 一起步的时候 出得快一点 安如红衫 在外档出得快一点 中间有很多马 线路之星 中易礼仪 师傅叫他带头走 当然是 采取主动 跟出来是金发银发的 内档63那只天天得落 然后美丽河采站写第五位 后些位置 疾风明区也挺前的 接着他在贯保区 反而那只川河贯区 起步他不是太厚 但是拖拖拖拖在后面 这时精准快车都过了他 夹着中间还有皇帝金 再厚一点的马 才看到旭日星 已经在尾四 快博暂时都因为外档 摄了内档的尾三位置 在美那一队 就是半童主马 盈月和闪电那一队 比较厚一点 一路入弹的时候 线路之星是带头的 博主第二就安御 迫到二叠 天蓝第三天天得乐 二叠第四是金发银发 接着是疾风名区美丽喝彩 灌宝区出三碟 四碟是专河灌区的 内档精准快车要等位 快博在内档摄上那些稳位 然后还有皇帝金 旭日星 包紧尾的队仍然是闪电和盈月 入队还有直路的时候 前面是线路之星 带头碰碰暂时还可以 安遇上来逼他 中间的疾风名区 似无似样 打来有的 内档天天得乐就困到实 内档上来有大脑门灌宝区 这么厉害 最后百多米的时候 前面那只冷门都说过了 灌宝区这里压过了疾风名区 过了就大件事了 跨季尾场也是爆了 过早第一名灌宝区 第二名疾风名区 第二那只都冷了 安遇第三 第四名是线路之星 大件事了 这站轮流爆 盈月又爆过 安遇又爆过 现在来到灌宝区爆 下次再看看爆了哪一只 那热门那只是怎样呢 这只快博 直路知知作作 没有什么位置的 好像也不太厉害 从重到不厉害 对 挺失望的 上季未赢了一场 赢得清脆利落 对 他也是怕灌宝区的跑线 你现在跑完回来 闪电也跑不赢 这只失望一点 好 看看分段时间 头段13秒77 第2段22秒39 第3段23秒09 末段23秒12 总时间是1分22秒37 比标准时间晚六 这些爆过冷 盈月一出就爆了 那场慢步速 走到里面上来 但是接着还有一场 跑得好 那场也不知道怎样赢 安遇上季杀科 大家都记得 爆到八彩 差不多200倍 今天用了不同的跑法 擺前了 擺前了都上得到名 看来这只 又懂得捐到里面 有些能力 不要看它无端端爆 这只有不同 盈月 这只 这样跑也可以 这样跑也可以 这只 他今天可能输过档 因为迫着要迫来 如果你说留后跑 可能也不是他杯茶 这只恶于形勢 外观 跳是不好看的 从来都不好看的 我想这只马 因为上季未赢 今天这样倒转跑 又交到水准 又不能过分看少 这只马还可以赢 应该都相信 始终外耳兰马 三岁已经会赢了 之前姚本辉赢了两场 这一场精准快车 出门那里 都有一点笨拙 起步不久都失体 通常拼了三个 但这一场爆炸到 都难计算 我想两个都收货 要三保 忙在二忙三 对了 还有美丽喝彩 好像也有点失望 他继续同速回来 他没什么追 不过今晚 还要进步才能赢 暂时有位置材料 好了 今天十场赛事 都和大家回顾歌述了 很快 星期三谷草开锣 又来了 有很多Jet Pod 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